世界银行1月10号腰斩之前3%的预期 宣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只有1.7% 世行表示全球通膨加剧 利率上升 投资减少甚至中断 让经济学家担忧 而疫情或将卷土重来 多国领土纷争可能升级 都会让全球经济跌入萧条的深渊 世行指出 中国经济受到疫情冲击 同时中国经济支柱 房地产面临压力 都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展望2023年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骤减95% 发展中国家也会降低70%至2.8% 美国经济增长预计为0.5% 而欧洲的部分国家将原地踏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任浩综合报道